谭经上记载的发达产丝 那是个念法华经的人 到曹西去清静留祖 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 起来之后 六祖就问他 你刚才礼拜我看到了 头没着地 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他就这样了 他念法华经三千步 法华经分量大了 一天念一步 三千步有到十年 很难得不容易了 六祖发华经讲些什么 他答不上来 反过来向六祖请教 六祖说 这个经我没听说过 你既然念了三千步 你就念给我听听 他念到第二篇 方便篇 念到第二篇 六祖就说 可以了 不要再念了 我全明白了 把法华经大意 讲给他听 他开悟了 在客头 头到地了 诸位想想 你要想 同宗同教 不开悟不行了 怎样才能开悟呢 开悟是在讲 各个人都有份呢 所以 法门 平等 无有 高下了 只要你肯放下 你就开悟 放下什么 放下 妄想 分别之主 华言经上说的 大臣经里面 所讲的呢 无名烦恼 无名烦恼 沉沙烦恼 见死烦恼 你只把这个东西放下 你就打吃它 就明显见性 你跟慧能大师一样 没有一样不通大了 世出世间一切法 没有一样的不同 这叫什么 自法 我们修佛应该这么选择 他就还能否出名 不居 细备 走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